一名40岁女子进来吃饱完后就肤部剧痛 吃了诊所开丽的胃药容无改善 之后照了内视镜超音播后才找出病因 原来是因一颗卡在胆结石作怪 由于该颗胆结石卡住胆囊口 导致周边的组织发炎肿胀 引发肤部剧痛 进取出胆结石后 女子的肚痛也因此大幅改善 胃肠肝胆科医师林湘红在脸书粉砖表示 上述女子近一周来吃完东西后就会胃痛 去上个大号或呕吐过后 症状似乎就缓解一些 女子曾复诊所就医 吃了胃药后仍胃豪转 经济一步照内视镜超音播发现 胆囊中有一颗很小 0.6公分大的结石 卡在胆囊的开口 造成胆囊开口附近的组织发炎肿胀 而发炎肿胀的组织和胆结石 一起压迫胆道上端的部分 进而造成胆汁的阻塞 林湘红表示 女子经过内视镜取食手术后 肚痛症状就大为改善 她表示 针对胆道结石 内视镜超音波的准确度最高 达95%到100% 超越传统腹部超音波 电脑断层扫描 辞证共振造影MRI 根据统计 国人约有10% 约200万人有胆结石 约25%患者中期一生会发作一次 根据罗东博爱医院 胆结石的高风险因素 包括年纪大 女性 精致饮食 糖尿病 肥胖 减重速度太快 生产次数较多的女性等 这七类族群交易有胆结石 感谢收看 欢迎订阅 按赞 分享